在今天的王老师种菜视频里,我们会介绍一下如何在春天种植卷心菜。 卷心菜学名为节球甘蓝,是十字花科云台鼠的植物。 卷心菜的名字又很多,它又被称为包菜、圆白菜、高丽菜、洋白菜等。 卷心菜因为口感好,营养丰富,又易于存放,所以在世界各国都是常见的一种蔬菜。 更因为它的耐寒性、抗病性、适应性强,对于种植时间和环境条件要求不高, 而且产量高,容易储存和运输,因而在世界各地更被广泛的栽种。 今年春季,我们在后院也种植了二十多颗口感好的卷心菜,获得了丰收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分享一下经验。 要种好卷心菜,首先要了解卷心菜的生长期,以及生长对环境的要求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卷心菜的生长期。 卷心菜生长周期可以分为营养生长期和生殖生长期。 营养生长是指种子拨后、长根、筋、叶等营养器官,以及包心结球的时期。 而生殖生长期是指花芽分化、抽苔开花、结颊产子的时期。 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促进它的营养生长。 那么现在我们先和大家熟悉一下卷心菜营养生长期的划分。 它的营养生长可以分为发芽、幼苗、连作和结石四个时期。 我们在这张图里显示了各生长期所需的日数。 不过因为品种和生长季节不同呢,也会有所差异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各个时期。 首先是卷心菜的发芽期。 它是指从播种到第一对鸡身针叶展开,与子叶垂直形成十字形的时期。 一般为十到十五天。 幼苗期是指第一片针叶展开,到第一叶环形成达到团科时的时期。 一般为二十五到三十天。 第三个时期是连作期。 是指从幼苗期结束至外叶全部展开,新叶刚刚开始,爆合的时期。 一般为二十五到三十五天。 接下来就是结球期。 是指从新叶开始爆合,至叶球膨大充实,并达到采收状态的时期。 一般为三十到五十天。 卷心菜早熟品种的营养生长期只需要九十天,而晚熟品种则需要一百二十天的时间,才能生长成熟。 下面我们看一下卷心菜生长对环境的要求。 首先看一下光照和温度。 卷心菜是喜光喜温的植物。 日照长时生长好,对光强的适应性也较宽。 生长的温度范围为七到二十五摄氏度。 幼苗能忍耐零下十五摄氏度的低温和三十五摄氏度的高温。 既耐寒又耐乐。 生长期和结球期的最适宜温度为十五到二十摄氏度。 温度低时生育期延长,温度高时生育期缩短且品质下降。 一年四季虽然都能够种卷心菜,然而在春季和秋季生长的卷心菜产量高,品质好。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土朗和肥料对卷心菜种植的影响。 卷心菜虽然对土朗的选择不很严格,但适合在有机质丰富的土朗中生长。 要求土朗水分充足,如果土朗干旱就会影响结球,降低产量。 卷心菜为洗肥和耐肥的作物,它吸肥量较多。 在幼苗期和连绰期需淡肥较多,在结球期则需淋甲肥较多。 全生长期吸收淡淋甲的比例约为3比1比4。 在施足淡肥的基础上,我们可以配合适用零甲肥,有明显的增产效果。 介绍完了理论知识,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卷心菜的具体种植步骤。 第一步,育苗。 首先是吹芽播种。 卷心菜的生育期较长,大多都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栽培。 我们在3月1日将菜种净种5个小时后,在室温下进行了吹芽。 露白后进行了播种。 我们在底部有洞的育苗盆里,装上1英寸高的过筛过的花盆土。 然后,在平整细腻的土面上,用圆珠笔在相割一定的距离上戳一个小洞。 这样,土面上一个个的小穴变成了播种穴。 之后,用镊子将翻了芽的卷心菜种子一粒粒地放在播种穴中。 每一个穴中有一粒萌发的菜籽。 然后,在种子上面撒一层薄薄的细土。 喷雾撒水保湿。 在22摄氏度的室温下,两天后种子就出苗了。 下面,我们就来看一下出苗后的管理。 我们采用静润式法,加水和施肥。 每天给盆苗补水,保持土壤的湿润。 每星期,追湿淡磷甲复合肥一次。 为了弥补早春室内,育苗光照不足。 除室外用人工光源补光外,天好的时候呢,我们就把幼苗放到室外晒太阳。 当幼苗逐渐长大,显得拥挤的时候,我们就要进行建苗。 建苗能保证幼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营养面积。 当幼苗长至两叶一新时,我们就把幼苗移入到一个个单独的育苗盆里, 以扩大个体生长空间,确保每一棵都成为状苗。 下面,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步骤,移栽。 前面我们说过卷心菜洗肥,所以我们要确保土壤的肥沃。 整地前,我们往土里施了不少堆肥、积粪等有机肥。 灾前,我们伸翻土壤,把积肥渗入土城。 4月10日,卷心菜的苗龄40天的时候,我们进行了定值。 这个时候,卷心菜已经有6片蒸叶。 定值的行距为50厘米,猪距为35厘米。 灾后浇水。 每颗苗我们浇一升左右的水。 早春4月,我们的当地气温,在4月份还经常会掉到摄氏零度以下。 所以,我们在种卷心菜的甜块上,盖了塑料小棚, 以提高幼苗生长的温度和湿度。 这样,摘后的幼苗在适宜的温湿度下成长着, 几乎没有经过缓苗期,就都活磕了。 下面,我们看一下移栽之后的田间管理。 一,我们先来看一下水分的供应。 卷心菜在生长的过程中,对水分的需求较大。 在春天和初夏,我们每隔三天为植株喷浇水一次,使土狼保持湿润的状态。 而到了炎烙的夏天,我们则需要每天都为卷心菜浇水一次。 二,薄肥,勤湿。 我们在移栽的时候,已经在田里,湿足了有机肥。 那么之后,我们大约每半个月,会追湿Micro-Grow的All-Purpose Plant Food, 就是多元素的树效混合肥一次。 我们把复合化肥配置成200-300浅蓝色的水龙液浇湿。 在苗期和连做期,每苗浇0.5升。 进入包心期,每颗要浇一升。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, 等到卷心菜的叶球形成后,要控制肥水。 到了后期,卷心菜快要采栽的时候, 如果长势太快,就容易开裂。 三,虫害防治。 卷心菜的主要虫害来自于菜青虫。 到了春天,我们看到这种白粉碟在青菜包菜地上飞来飞去, 准备缠卵,大家就要小心了。 那么菜青虫就是菜粉碟的幼虫, 它啃食嫩叶, 喜欢躲在卷心菜内部最嫩的地方。 一般来说,我们只要看到这些虫的粪便, 就能顺势找到菜青虫所长生之处。 春季种的卷心菜,在生长过程中, 菜青虫会发生两代。 这是菜青虫的勇,由它锐变成为菜粉碟。 除了勤检查,手工捉虫以外, 我们也喷少了2%的苦练油, 加洗洁净的混合液,来防止菜青虫的危害。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采收。 经过两个月的田间管理, 卷心菜、星球长得各个厚实, 到了6月下旬,我们进入了采收期。 家庭种植通常是叶球达到紧实时, 边吃边采收。 我们用镰刀贴着地面割, 把整个卷心菜都割了下来。 采收下来的叶球, 我们把连做期长的外叶几乎全部剥去, 留下的部分做到表面干净, 无虫害。 今年种的春季卷心菜, 大的一般进球种2公斤左右, 最大的一颗甚至超过了2.5公斤。 收获的卷心菜, 内部十分紧密, 心液被包得严严实实。 但是卷心菜也不是让它长得越大就越好, 成熟的卷心菜也要及时采收, 生长过头就易发生猎球, 这就是田间的猎球。 此外, 裸露的菜球上, 表面在猎日的照射下, 也容易发生灼伤。 必要的时候, 我们可以用老叶遮挡强烈的阳光, 来预防菜球灼伤。 总之, 今年王老师种的卷心菜, 获得了大丰收。 在窝居油麦菜吃完之后, 卷心菜成为饭桌上的主要绿色蔬菜之一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 我们下次再见。